好,我們這次讀經就是詩篇五十一篇 這篇是一篇認罪的詩篇 這也是讓大家去反思我們的生命 我們有沒有得罪神呢? 以及我們看到大衛那種悔改的心 都求主幫我們有悔改的心 這幅圖畫是有人畫的,他畫得很真 你看到那個表情,他怎樣知罪 是真的表達得很清晰 我們一起讀,詩篇五十一篇第一節開始 大衛與拔士巴同失以後 先知拿丹來見他,他作者師,交與寧長 神啊,求祢按祢的慈愛連述我 按祢封聖的慈悲,逃沒我的過犯 求祢將我的罪業洗除淨盡,並結除我的罪 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向祢犯罪,唯獨得罪了祢 在祢眼前行了者惡,以至祢責備我的時候 顯為公義,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淨 這裏是說到大衛與拔士巴犯了奸淫之後 這個人犯罪有時是不可以解釋的 人就是一時之間軟弱,一時的衝動 在那個時候就算了,譬如有時人會傷害人 罵人,得罪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在當時,一時衝動,他便做了 大衛便一時衝動犯罪 在神面前,他便有悔改的心 蘇羅也是犯罪,但蘇羅便沒有去承認他的罪 他便說那些人要把牛羊獻給神 所以他們便留起牛羊,因為神叫他全部殺光 他便不肯,當先知指責他的時候 他不是真的悔改的,但大衛是真的悔改的 他說神,求你按你的慈愛連率我 因為你是充滿慈愛的,你是很愛愛的 求你憐憫我,我需要你的憐憫 按你封聖的慈悲,滔沒我過犯 你這個這麼偉大的慈悲是人不能夠想像的 滔沒了,洗乾淨了我的過犯 把我的過犯途沒 途沒這個字其實很好 途沒即是洗了,本來好像髒了 現在擦乾淨了 多謝耶穌,將我們的罪都洗掉 求你將我的罪液洗除淨 並結除我的罪,將它洗掉 所有的罪都洗掉 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這也是犯罪之後,人的痛苦 就是犯了罪,心裡常常有內疚 這個聖靈可以提醒我們 有時也是人的內疚會繼續指控 所以有時也是辛苦的 有時犯了這個罪,心裡很後悔 在神裡,我們就可以深信 我們悔改了,神是赦臉的 我們就可以放手 但依然那些罪的意念會出現 我來說,我怎麼做呢 我就說,神啊,謝謝你赦臉我 我憎恨這些罪,以後不想再犯 就讓我更加有動力去對付罪 無論是甚麼罪 有時有些人想到有些罪 就是有些,譬如傷害人 但其實有時罪是甚麼呢 煩惱也是罪的,自卑也是罪的 哎呀,我沒有用的 哎呀,神不體重我的 我也是沒甚麼用的 這些都是罪來的 如果你經常覺得自卑,覺得自己沒有用 哎呀,糟了,我又倒了 倒也是罪來的 我們依靠神,神會幫我們 神會加力給我們 但是哎呀,我又死了 我現在不行了,我沒有力了 這個就是好像放棄 好像覺得自己沒有用 但在我們倒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說,神啊,你幫我吧 你加力給我吧 那麽神就歡喜了 神是歡喜我們依靠祂 就算我們軟弱,我們馬上拉住祂 而祂看到祂犯罪是唯獨得罪神 我犯罪就是唯獨得罪神的 真是最重要的是得罪神 因為神這麼愛我們,救我們 但是我們犯罪得罪祂 不單是得罪人,亦是得罪神的 在你眼前行了者惡 以至你責備我的時候 顯為公義,判斷我的時候 顯為清淨 神責備祂,懲罰祂 其實祂的懲罰都頗重 因為祂會有刀劍 不離開祂的家,都頗淒涼 犯罪又有這個後果 因為祂這個罪的大 所以後果是很嚴重 就算我們犯少的罪 都會影響我們的心情 影響我們的內心 失去了平安,都是一個神的管教 神的管教 顯出神的正義和 他的判斷是對的 第五節我們要讀 我事在罪業女生的 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 就有了罪 你所喜愛的事 內裡誠實 你在我隱密處 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七嫂結淨我 我就乾淨 求你洗滴我 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聽 歡喜快樂的聲音 使我所壓傷的骨頭 可以湧弱 求你掩滅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業 其實我們每次 我們讀經和廣道的經文 第一 大家回去 在Facebook 立即看到的 Facebook頁目 就立即看到的 那些經文 你可以用這個經文 幫你熟悉聖經 就是說 我們每次讀經的目的是什麼 讓大家可以熟悉聖經 一些重要的經文 第五節就說到人的原罪 我在罪業裡生的 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 就有點罪 所以罪不只是我們的行為 不是我們主動去做的事 是我們的罪性情 我們的罪性情已經是罪 就是說 我們未出生 已經有罪性情 因為自從阿當犯罪之後 所有人出生 未出生就已經大有罪 所以我們求主赦免 我們一切 就是我們原罪和我們所犯的罪 你所喜愛是內裡誠實 就是我內裡真誠 神啊我真誠地來到你面前 其實我說說我的敬拜 我仍然告訴你 你就是想著耶穌在這裡 神啊我敬拜你 我讚美你 我多謝你 這就是內裡誠實 是真誠的 我很感謝神 我去到很多地方大敬拜 有些人都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感動 覺得輕省 也都經歷聖靈 這就是內裡誠實 我們無論為主做什麼 或者說聖經 神的尾線 在真誠地說出來 都會觸動人的心 神喜愛我們內裡誠實 真心的認罪 你在我隱密處 必使我得智慧 神在我的深層裡 賜給我智慧 讓我懂得對付罪 如何生活做神 所吩咐的一切 越在神的同在 就越有這些大領 我感謝神 其實我很多時候 講信息的時候 都會有些新的意念走出來 除了我預備的意念 神出路給我的意念 就是神在我隱密處 將這些智慧給我 大家一方面 你可以學習聖經多討告 去領受神的教導 其實我也鼓勵大家 你學習我的講道法 就是用恩典推動人 恩典鼓勵人 這個神屬性講道法 大家都可以去思想發揮 然後你預備了一些經文 你可以練習短短的 你錄音給我聽 如果我聽到覺得好 我會請你上台 可以分享一下一些經文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可能會發揮一些恩賜 其實我的目的 我們是想訓練人 如果你有心的時候 你告訴我 你就錄一些音給我 然後我覺得好 或者幫你改善 然後我就會說 好了 今次我請你出來 分享一下 那你呢 最初可能很害怕 但你講一講一講 越講越放鬆 那你可能第二天 我們宣教的時候 你都可以一起 有份分享訊息 求你用牛七草結淨我 牛七草是一種草 是很容易吸淨的 所以聖經講到 譬如洗東西 用牛七草 這個魚節的時候 用牛七草 把羊的血塗在門上 即是他能夠吸水 用牛七草結淨我 我就乾淨 求你洗滴我 我就比雪這麼白 你洗我就全部乾淨了 他講出一個犯罪的人的痛苦 犯罪的人是壓傷的 心是不開心的 所以他就說 求你使我得聽 歡喜快樂的聲音 使你所壓傷的骨頭可以踴躍 因為大衛曾經很喜樂 當他在藥櫃面前的時候 他很開心地帶著藥櫃 然後當有人跟他說 有人對我說 我要去耶華殿 他就歡喜了 你想像大衛王坐在寶座上 有人說 我們現在去聖殿 他立刻很開心 去聖殿很開心 好像小朋友那麼開心 但現在當他犯罪之後 他的心很不開心 壓傷 這是人會犯罪之後的後果 所以我們就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時時活在聖結裡面 一旦有罪 罪的意念未犯出來 立刻求主赦免 這樣你的內疚沒有那麼強 譬如你心亂想生氣 你立刻處理 那你就靠主得性 但你罵了人 你的內疚會強些 問題後果會嚴重些 所以我們立刻處理的時候 你就說 雖然我們有罪 但神會卸臉 那我的心就可以輕鬆了 那這個呢 都會幫助我們 能夠更加興省 和可以有喜樂 神真是卸臉我的 我就可以歡喜快樂 只要我得聽 歡喜快樂的聲音 使你所壓傷的骨頭 因為在罪孽之中 被神去指責的時候 心裡面好像壓傷了 心裡面是很傷痛 現在可以踴躍 想想大衛 他真是一生親近神 是很蒙神喜悅 但當他犯了這個罪之後 那丹仙芝來指責他的仇 即他的心真的好像壓傷了 雖然當時那丹仙芝就說 神赦免你的罪 當他悔改的時候 那丹仙芝也告訴他 東劍不會離開你的家 神會懲罰 和這個生的兒子是會死的 他的心裡真的覺得 我一生人這麼親近神 這麼聽神話 但今次我真的犯了罪 他心裡是很傷的 我相信大家都有這個情況 求主幫助我們對付罪 讓我們不要活在這個 罪的壓傷之下 而是整天都有神的喜樂 我們今天唱的其中一首詩歌 就是我因神大大的歡喜 因為祂以拯救為依給我穿上 以公會兒為袍給我披上 好像新郎大上華官 有像新婦佩戴裝飾 就是神的兒袍 在我們身上 不只是洗了我們的罪 神將耶穌的義放在我們身上 好像耶穌那麼漂亮 神的眼睛看到我們 就看到我們很美麗 我們隨時隨地來到神面前 我們都可以有這個信心 神看到我 我信靠耶穌 我們就像耶穌那麼美麗 我們就可以開心了 另外我們除了有耶穌的義 也有基督徒所行的義 在啟示錄第十九章 講到這個光明結白的世麻衣 就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聖徒所行的義 都是神所紀念的 所以我們時時祝福人 幫助人 傳人福音 為人討告 我們就歡喜快樂 希望我們大家都常常 在這個歡喜快樂之中 在神的恩典之下 滿有神的恩典 而不是被罪孽壓傷 被神的指責壓傷 就很淒涼 求神掩面 不要看 不要看我的罪 其實聖經也是答應的 祂真的會逃抹我們的過犯 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不再計算我們的罪 就是十節我們繼續讀 神啊求祢為我做清潔的心 使我裏面重新有正敵的靈 不要丟棄我 使我離開你的面 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求祢使我認得救恩之樂 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 我就把祢的道指教有過犯的人 罪人必歸順你 神啊祢是拯救我的神 求祢救我脫離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頭就高聲歌唱你的公義 這裡祂說 神啊求祢為我做清潔的心 讓我心是乾淨的 時是神的同在 令到我們心清潔 我們越親近神 你就發覺清醒神之後 你就不想犯罪 但是你在世俗那裏困 你就發覺罪的意念就會脫離你 譬如你經常去一些 那些 那些音樂很濃的地方 那些人很隨意去玩的地方 你在那些地方 你的心就會跟隨世人的方式 但是如果我們時時在神的同在 讚美神 時唱詩歌讚美神 你的心就有清潔的心 或者你在神在猛狀之中 有什麼不好的 猛狀狀狀狀 你的心也不會在清潔的狀態 就是會有很多露氣 求祢幫我們時時有神的同在 神做為我做不是我們產生 是神做這個清潔的心 讓我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這個靈是會歡喜跟從神的 是信從神的 不要丟下我 叫我離開你的面神 你千萬不要丟下我 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有些人說 舊約可以失去救恩 失去收回聖靈 其實新約也是告訴我們 是可以失去聖靈 可以失去救恩 當人離開神的時候 完全離開神 是可以失去救恩 在希伯羅來書第六章 和第十章也有說到 如果人已經在聖靈有份 在他神的善道上有份 尚過天恩的滋味 於聖靈有份 但是他故意犯罪的時候 是不能夠重新得救的 這就是聖靈的警告 和耶穌說在末後的時候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 並要給自己陷害、給自己恨戶 他跌倒是說 初頭不是這樣的狀況 他會給自己陷害、給自己恨戶 即是說他已經離開了神 他會陷害和恨戶人 就已經離開了神 即是說在末後的時候 有很多人跌倒 求主幫助我們能夠站立得穩 其實聖靈說是 我們需要經歷大災難 是大災難之後被提 很多人都說大災難前被提 其實聖經不是這樣說的 我在網上都有影片去解釋這個真理 很多人就以為大災難前被提 誰知道面對大災難的時候 很害怕 要受印記 算了,要受了 因為不受就不能吃了 不吃就餓死了 他們沒有依靠神 求主幫助我們 即是有從神而來的力量 不要失去救恩 你說死了怎麼辦 有人跟我說 我很害怕 我說不是的 只要你說 耶穌說你保守我 我永遠跟著你 你保守我 卸免我 我跟隨你 神就會保守 總之我們的心總是說 無論什麼發生 我們犯了什麼罪 我們悔改 拿著耶穌 無論如何引誘我都會跟從神 神一定會保守祝福 還有就是十二節 求你使我認得救恩之樂 仍然有救恩的喜樂 救恩是開心的 在這裡說到得救不是把你的臉 是開心的 因為神是喜樂的神 賜給我樂意的靈 扶持我 讓我是一個開心 樂意是說神的靈 祂很樂意幫助我們 很願意的 祂很願意來幫助我們 扶持我們 我就將你的道指教有過犯的人 因為犯罪得勝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神的道指教有過犯的人 教他們如何勝過罪 罪人就會歸順你 那些犯罪的人就會信靠耶穌悔改 神啊 你是拯救我的神 求你救我脫離流人血的罪 救我脫離這個罪 我的舌頭就高聲歌唱你的公義 所以這篇詩篇寫的時候 其實大衛已經開始經歷到神的喜樂 但是祂說 求神千萬不要再叫我丟下 丟下這個壓傷的骨頭那裡的痛苦 叫我重新有這個喜樂的心 我們回去也可以再看這些經文 於是第十五節 主啊求你使我嘴唇一起讀 求你使我嘴唇張開 我的口邊全陽讚美你的話 你本不起愛祭物 若喜愛我就獻上 凡祭你又不起悦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啊 憂傷痛苦的心你必不輕看 求你除你的美意 善待石安 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 那時你必喜愛公義的祭 我凡祭並全生的凡祭 那時人必將公牛獻在你壇上 這裏他就說 求你使我嘴唇張開 我的口邊全陽讚美你的話 是神令到我們讚美神 即是神的靈與愛同在 令到我們很想讚美神 去宣揚神 你本不起愛祭物 這裏講到當然不是神 真的完全不喜歡 而是比較來講 神是喜愛我們 在新約聖經講到連率 祂喜愛連率 不喜愛祭祭 即是喜愛連率 祭祭神都喜悦 我們獻上的禮物 神是歡喜的 但最歡喜的就是 我們有這個憐憫的心 和憂傷的心 神所要的祭是為了我們的罪 而憂傷痛苦的心 神會輕看的 求你除你的美意 善待石安建造人 支持Ahelet PU' navigating 求祝福 traditionally 受罪教徒 和ONGING。。。 nuj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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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l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